吃完年夜饭 可以全家一起进行 除夕夜感恩聚会 为新的一年 带下更多的祝福与恩典 来 就从今年的除夕夜开始 让我们的家 变得很不一样吧 过去这一年 最想象上帝感恩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当阿公了 首先 每个家人可以分享一件 去年最值得感恩的事 也可以一起票选 去年的十大感恩事项 并为此献上感恩的祷告 那我们就为了写下的事情 一起来祷告啰 好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恩 谢谢你 在新的一年当中 让我们数算 主要许多的恩典 主要从主而来 感恩祷告完 可以选一两首适合的 敬拜诗歌 全家一起唱歌赞美神 我们来天爱哭也会跳舞 生存事业好艰难 我想心里的好天 往前走我用 敬拜完 全家人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圣经 一起翻到创世纪 讨讨论神为亚伯兰跟撒莱 取新名字的意义 并鼓励家人 可以为自己新的一年 取一个新的名字 领受新的意向 与新的祝福 最后父母可以为孩子 跟晚辈们 做祝福的祷告 并且一起为家人们 希望带得救信主的 亲朋好友祷告 相信这样充满祷告 与祝福的除夕夜 一定会让我们 未来的一年完全不一样